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继续关注新闻夜线315特别报道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自己的闲钱用来购买金融产品 但是任何的金融产品在高收益的同时也意味着高风险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金融机构却刻意隐瞒金融产品的风险 损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一张保单资产大幅缩水 种种话术让人晕头转向 我看了这是我们的图期图形 金融消费知情权该如何保障 一切客户从低风险的产品的服务领域 引导到高风险的残局位置上去 315再行动 调查即将开始 这是一条异常艰难的维权道路 57岁的陆瑶琼 今年已经是第四次走进这个大厦 十年来 他做月扫辛苦攒下来的24万元养老钱 如今变成了一张保单 就挣这么一点钱 我想来想 缺了这个钱就没了 到了他们就没了 我心里是很厚了 厚了不得了 陆阿姨告诉记者 两年前他参加了一场理财说明会 销售人员向他承诺 有一款名叫生命富贵花 年金保险的理财产品 基本保额为28万4千元 前两年每年必须存入12万 一旦合同生效 由于期后 陆阿姨马上就能拿到基本保额10%的返现 以后每年至少还有基本保额5.5%的生存金 20年之后 不仅可以连本代息一次性取出 还附送一次境外旅游 阿姨你放心 你绝对放心 十年以后你要拿回连本代息都可以拿回的 而且他最主要的还强调了一点就是什么 第三年开始呢 不要你们负担经济上面的问题了 因为你们只要不要低于1000块就可以了 他强调的就是这么一点 一次性返现10% 每年利率5.5% 听起来比银行存款高出很多 于是陆阿姨将自己毕生的积蓄 24万元全部投入了这一产品 然而到了第三年需要交纳保费的时候 陆阿姨却被告知 如果不能继续交纳12万的保费 不仅收益受到影响 连之前的本金也会受到损失 陆阿姨的退休工资每月只有2000多元 没有经济能力再承担如此高昂的保费 这一下让陆阿姨陷入了绝境 我说我这个保单 我从第三年开始怎么交 他们把我算了一算 你起码最低也得交5000 5000交下去个你本钱都没了 陆阿姨告诉记者 当时销售人员介绍产品时 反复强调这不是保险 而是金融理财产品 买了以后可以像银行定期存款一样 存满10年后提取本金和利息 但是实际上生命富贵花年金保险 分红型是一款年金类人寿保险 被保险人活到81岁时才能最终全部取回本金 陆阿姨的这份合同 投保人是年纪大的陆阿姨 被保险人是年纪轻的女儿 这也就意味着需要等到2068年 她女儿81岁时才能够收回本金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消费者都购买了和陆阿姨同一款产品 而他们的经历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保险销售描述的产品和实际情况不符 就是说合同上和他们当时业务员跟你说的这个不一样 对 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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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符 完全不符 我一边要这个什么 请往这一边 你不怕你提呀 哎 请提呀 请自己提呀 隐瞒风险 话术暗藏玄机 这个他就输了一句可输无评 现金收益埋下资金陷阱 你第一年二三四五年里都不能去 但是你到第六个保单里面 那你马上就行 315在行动 调查正在继续 在采访中消费者告诉记者 销售人员在推销时的话术非常相似 首先是都承诺五年后可以把本金利息就全部取出 不会造成损失 其次是都承诺了第三年开始 可以任意减少投保金额 不会造成损失 那么这两个承诺究竟能带来多少真正的收益呢 我所提出的一个意义 就是保证价值表 我看上面一个实施利率 对我怎么算他 那么他就说这个跟你没关系 你这个我们上面写的是实利率 它实施利率 这个是我们统一的颁布命令 很多消费者告诉记者 在退保时保险销售都会拿出一张保证价值表 根据这张表格计算退保时的收益 往往是受损的 但蹊跷的是在销售保险的时候 销售代表却对保证价值表只字不提 记者发现这份保证价值表在合同的第二页 详细给出了被保险人每一年基本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年度末现金价值 第八页最底端有一行响字 现金价值指的是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 现金价值究竟是什么 它和本金损失到底有多大关系 我期望能够取回我的本 取回我的利息 结果的话我发现好像少了很多 这部分少是少在哪里呢 其实也就是前面就讲到的那个现金价值 徐美芳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她告诉记者 现金价值就是用来计算提前退保 究竟可以拿回多少钱的 现金价值的计算大致可以简化成一个公式 保单的现金价值等于投保人以缴纳的保费 减去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开支在该保单上分摊的金额 减去保险公司因为该保单向推销人员支付的佣金 再减去保险公司已经承担该保单保险责任所需要的纯保费 加上剩余保费所生利息 通过这个公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现金价值至少要扣除保险公司的管理费用 推销人员佣金和纯保费在下 只要一签单或者的话这个行为你一发生的话 它保险公司的费用马上就产生了 你马上产生的话它是分摊在各个保单中间的 对的 而且的话一般它很多费用它一般是集中在前几年支付的 如果这个投保人一旦产生退保行为的话 那它可能就会面临着一定的损失 肯定的 是肯定的 肯定的 对的 专家表示 现金价值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精算概念 只有搞懂了这个概念才能计算出准确收益 但是对于现金价值这样一个概念 究竟有多少消费者能正确理解呢 根据上海市消保委和社科院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 在受访的1000个人中 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现金价值的概念回答错误 还有13.4%的受访者表示说不清 很多受访者认为 就算现金价值的计算中要扣除保险公司的一部分成本 但也不会对最终的收益造成太大的影响 为了更直观地展现所谓现金价值的概念 记者决定以陆阿姨购买的这份保单好好计算一下 陆阿姨每年交纳12万的保费 连续交纳5年后本金应该是60万元 按照销售人员的承诺 5年后陆阿姨可以取出这60万元本金不会有损失 但是根据这份保单上的现金价值表 第5年的现金价值为188,860元 还可以拿到包括合同生效10天后的生存金 28,400元 5年的持续生存金 78,100元 3项相加按照合同计算陆阿姨只能拿到295,360元左右 和60万元本金相比 即使算上分红后 收益本金也要缩水尽一半 陆阿姨找到保险公司 表示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有误导行为 要求赔偿损失 但因为没有证据被拒绝 记者调查了解到 受到蒙蔽的消费者中有不少老年人 他们会不会真的是因为时间久了 加上自身对金融知识的掌握不足 导致理解错了销售人员的真实意思呢 记者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展开了调查 调查前 金融专家仔细研究了这份保单 提出三个概念容易误读 第一 保险人可以减少保险金额 但不仅会影响收益 也会影响本金 第二 到期可以取出本金 是指被保险人年满81周岁后 提取本金才不会受损 提前取消 其实是提前退保 会造成本金损失 第三 该合同就是一份保险 兼具部分理财功能 那么 对于这三个概念 销售人员说得清楚吗 记者来到生命人寿 位于北京东路的一家上海分公司 一名自称高级营销经理的业务员 接待了记者 这位营销人员向记者介绍的 正是陆阿姨等消费者购买的 生命富贵花年金保险分红型 记者首先提出 缴费两年后 可不可以减少保费 会不会受到损失 最少要存两次 举例子 你第一年不存2万 那你第二年必须也要存2万 第二年存2万 但是第三年以后 你可以减少 减少少 你可以不存2万 你可以存1万 5000 3000 2000 1000 随后 投保人询问 合同第22页中 个人账户退款条款规定 第六个保险年度 及以上退保手续费为零 究竟是什么意思 有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2月 个人账户退保 对吧 那我跟你说这个产品 你必须要放满5年以后 你退的产品有减失 你第一年 二三四五年里面都不能退的 但是你到第六个保贷年 退的百分之一 就你放满5年 你退的原本代理 加上中两红 你加上本金 那么你全部打赢 投保人再三要求业务员 对这份合同 究竟是保险 还是理财产品 做出解释 一般计 我们这款投资理账产品 就专门做投资理账 没有任何保障 一点保障都没有 比如说你别来跟我说 我保障什么 生毛病啊 生啊 一定要生重大基金 生什么什么大毛病 他怎么会保障 我们这个任何的 光的就是存的投资理账 对比专家给出的建议 这位业务员 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解释 保险行业规定 投保人收到保单 之日起10日内 投保人可以 无条件地退保 保险公司 在犹豫期内 还会对投保人 进行回访 回访的目的 就是为了 防止消费者被误导 但是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他问你什么 你都是的 知道了 知道了 对的 对的就可以了 你不要问他问题 他问你什么 你都知道了 清楚了吧 不然的话他会说 我折冷不清 要扣我钱 而且这个合同还不成立 你不要问他什么 公司肯定是 你不要问他什么 任何问题 这个合同你别给任何人看 至于你的存责 我们这里发生 很多事情都发生 就是 你的客户 有别的人到你家来 给你看看合同 看你的合同 他把你怕 信息都拿去了 懂啊 所以你这合同放在家里面 不要给任何人看 就自己放去就可以了 到时候蛮问题 有什么问题 电话连说 投保人购买的这款 生命富贵花年金保险 增红型合同编号为 00002270173 整个购买过程当中 除了风险提示和签名 是记者填写的之外 记者个人的信息 也被人代写了 比如 工作单位变成了 岳阳医院的内勤 记者调查发现 这款产品的销售中 销售人员还会利用 举办理财说明会的形式 夸大收益 理财说明 气氛格外热烈 这边提我几十分钟 你就相当于赚了几千块钱 组团忽悠 冲动 战胜理性 315在行动 调查正在进行 2014年2月22日 在上海繁华地段 一处酒店内 生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 正在举办一场 大型的理财说明会 两年前 陆阿姨就是参加 这样的一场理财说明会 才购买了巨额的保单 记者在现场看到 参加这场说明会的 都是一些老严人 会场工作人员众多 门口有专人把关 闲杂人员不得进入 并且严禁录音录像 记者刚刚掏出录音笔 就被工作人员没收 10点35分 理财说明会正式开始 主持人隆重引出了 一名金融理财专家 首先这名经理强调了通货膨胀 对资金保值带来的压力 然后经理强调了银行 将理财产品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我们现在股东老百姓 都到银行去买什么 理财 那我问各位嘉宾 你觉得那个理财产品 有风险吗 那理财产品它的本质是什么 是发新长旧的狂事骗局 咱说什么意思 用一句话就是 接着经理对公司的高回报率的投资渠道 进行了说明 我们生命资产管理公司 已经连续三年 在全中国投资收益率排名低 再讲西七东书 西七东书 现在是比较火热的一个项目 而且现在在目击资金 讲到西七东书 这种大规模的这个项目的时候 话筒也有点害怕了 因为我接下来讲的数字 实在是太巨大了 西七东书投资50个亿 最后这名经理强调 这款产品是一个可以保本收益 灵活存取的理财产品 这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公司的一个努力投资书 具有法力效应的 固定固定不明自义 您的收益有一个保底的 在合同里面白紫黑字 帮你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自己选择缴费期限 可以选择三年交五年交 或者十年交 依据你个人的实力跟能力的情况 自己自由选择 介绍完毕后 服务员上菜 而一旁守护多时的 几十名推销人员 也开始向 坐在饭桌上的消费者 推荐起了产品 整个说明会期间 销售人员说的最多的是 巨额收益 对于投资风险 却很少提前 这个你曾做五年了 我可以拿出来了 这是要拿出来 连本代谢都好拿出来 这个要到多少 2093年 对对 它合同期嘛 我们说的嘛 它是给你安排的 你中间拿起来 听起来肯定入粉丝了 不是到合同期嘛 就是期间拿的话 我给你看一下 到第六年开始呢 它就是百分之零 后面就是没有扣钱了 你可以一直扣 你可以到第六年 就把它带出来了 是 拿出来没影响 我本钱都能拿着付来 对啊 本钱 像影响 它一直强调就是 没有损失 一点损失 都没有了 那实际情况呢 实际是损失的 今天还是这样吧 还是这样 由于承诺让人动心 签单又即刻送奖品 现场销售火爆 上海市肖包委 和上海社科院合作 历时四个月 对上海的金融消费环境 进行了专题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显示 上海已经形成 较大规模的 金融消费者群体 百分之五十七点七的家庭 已有超过十万元的金融资产 并且一年内多数家庭 有着与不同类型金融机构 接触的经历 百分之六十点六 表示是未来养老储备 这些数据显示 上海市民理财的意愿 是比较强烈的 随着具有投资风险的理财产品 飞入寻常百姓家 如何在金融消费领域 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是一个必须面对的话题 最容易侵犯 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是 把一些客户 从低风险的产品 或者服务领域 引导到高风险的产品 或者服务上去 消费者的金融 专业知识有限 那么在一些介绍当中 很容易被误导 专家表示 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 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显得尤为重要 此次调查 列出了十个金融领域的 专业术语 在掌握一定金融知识的 消费者中 竟然没有一个人 能够全部答对 可分配利润 是不是分配给股东的 投资收益的错误率 被反至64.7 保单的现金价值 是不是投保人 购买保险的现金总和 错误率为51.6% 而金融机构 明确告示消费者 存在风险的比例 不足50% 很多方面 可能是没有明确讲 有的就是明确讲 消费者也不能理解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我想实际上金融机构 还是有比较大的责任 要把它解释清楚 而在记者调查当中 确实有多家金融机构 有的业务员 会利用消费者的 知识不足 将风险 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记者购买这款 泰康财富人生C款 终身年金保险分红型产品时 尽管合同上标明 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 会遭受一定损失 但销售人员 同样也做出了5年退保 收益没有损失的程度 退保是相当于 合同解除了 它在5年之后 是有一个手续费的 5年之内是有手续费的 5四三二一 所以这样的话 是比例是这个算的 5年之后它是能约束的 拿金融机构作为供给一方的话 消费者就是需求一方 如果说一方利益收损 这个行业 这个市场的发展 就会成问题 所以说我们觉得呢 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 是非常重要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一次将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写入了法律明确规定 正确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 应当向消费者提供风险警示等信息 这意味着今后碰到金融忽悠 消费者将有法可疑 陆阿姨最骄傲的是她的女儿 因为她做乐扫 省吃俭用 供女儿读完了上海音乐学院本科 如今女儿结婚生子 给别人照顾了一辈子孩子的陆阿姨 终于可以为自己的女儿照顾孩子 但是一份保单改变了她的晚年 这是当年那位业务员不知道的故事 也是一位普通上海老阿姨的遭遇 而她们都是金融市场的微观主体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 更多新闻请登陆看看新闻网 稍后请看 非常会生活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再见 再见